中国制造有多牛,日本人就连棺材九成都是中国制造的 不只能助老板生一心龙,更上一层楼 有位专家就清楚日本人家里的中国制造 使吃日本人家里的衣服都给拿跑了 为了中国制造,日本人连衣服都美得穿 就算是家里的玩具也统统是中国制造的 就问你服不服 猜到最后这个日本人的家里都快空了 全身上下只留下底裤 差点连内裤都给你扒了 还有位日本路人说自己从来不吃中国的东西 中国包子馅儿是纸皮做的,他又被打脸了 又开始黑我门是吧,他还很理直气壮的这样说 刚刚有多嚣张,现在就有多尴尬 曾经有位日本路人也是这么嚣张,后果也惨 傻了吧,没想到日本人都喜欢当众打刺激脸